第1隻精選港股是領展823 公司將於星期三公佈截至9月底為止的中期業績 雖然他們的收入佔比最高的香港租任業務頗為穩健 但內地租任業務較受到封控措施的影響 現相預料領展的收入及除息稅前的日利只有單位數增長 高盛早前報告說領展今財源的第一季 香港租戶銷售增長按年上升5.8% 回到疫情前大約95%的水平 由於至4月下旬以來社交距離措施有所鬆動 一般零售類別表現強勁 回顧領展在2015年3月以25億人民幣 夠入位於北京的中檔消費商場 以示磨成為領展成功進軍內地的第一個項目 去到2018財年 領展內地收入佔比大升到大約一成 以這個步伐推斷 海外的業務很大機會在2023或2024財年 完結時浮現 內地業務方面 高盛指領展受到封號的影響 內地七個商場租戶銷售咬回落 疫情前水平大約70%至80% 而為支持租戶度過困難時期 領展計劃在2023財年的上半年 給予相當於租國零售租金收入 5%至10%的租金優惠 至於加息因素 對領展有兩方面影響 第一是股息率和美國債息率差距收窄 削弱了長線收息的吸引力 第二是領展利息開始增加 但勸商預料加息對領展 每基金單位分派削弱幅度 只有低單位數的百分點 港府在9月宣布 將入境檢疫安排放寬至0加3 與內地堅持動態清零的好談因素夾擊下 不少勸商下調領展的目標價 平均值大約是74元 較領展上星期收市價49.8元 高出大約49% 策略上由於股值收復需要時間反映 投資者適宜等領展的股價 回到48元左右買入 並且以56元作為第一個目標 指示位應該定在45元 第二隻精選港股是中電信728 作為傳統防守股的中電信 明年的股息率有望見9厘 加上業務維持增長動力 可以在波動市房當中收集 中電信今年第一次派發中期息 是0.12元人民幣 派息率達到60% 公司計劃派息比率 將會在2023年提升到70% 彭博綜合献商的預測 中電信 今明兩年的股息率 分別可以達到7.6厘和9.1厘 資本開支和自由現金流 預料分別在截至上半年的 417億和145億 增加到年底的925億和458億 券商附稅就指 中國電信一直強調資本支出 強度將會下降 他們的資本支出 佔服務收入的比率 去到2024年的時候 下降到20%以下 該行預計 2023年更加可以低過20% 另外 市內公司管理層就表示 正內部研究回購H股的可能性 如果回購城市 進一步有望 就是提供股東總回報 綜合多間券商的預測 平均目標價是4.1 較上星期五的收市價2.8 高出46% 建議2.75買入 先看3元2.6就適而止虧 加上星期五的支持 5元0.6